左豬右豬 陳振聰再輸 埋單要給8億 4萬元後 因為千億增產 陳振聰上訴被法庭毫不猶疑駁回 陳振聰曾經不適在庭上 公開與宮如森情話綿綿的交遊片段 更欲罵到左一個豬豬 右一個心肝寶貝 還叫自己做老豆豬 力證兩個人情如夫妻 獲送全副身家是合情合理 還批評原審法官因為道德裁決 不信兩個人有真愛 不過上訴庭說他只是情人 自己還是有苦之夫 若果在道德上接受兩個人的關係 才叫人驚訝 陳振聰大打分外情牌 但敗訴關鍵 是上訴庭認為陳振聰已偽造遺囑 謀奪遺產 因為兩個遺囑見證人 黃永祥和崇某都否認 見證過陳振聰首次的06年遺囑 上訴庭說 陳振聰不誠實 大話連篇 濫用司法程序 侮辱法庭 必須判懲罰性重費 估計律師和仲費要付4億5千萬 加上他收了工如深20億風水費 和投資黃霸數碼的錢 稅局打算追3億4千萬稅 輸助官司要倒貼近8億 他決定上訴到終審法院 資深大律師就說 他只要付足仲費保證金 就會接受上訴申請 由於早起原審官司敗訴之後 陳振聰已經被商業罪案調查科 以偽造文件罪拘捕 那他會否被刑事檢控呢 這些簽紙是偽造的 我相信警方必須考慮這些判決和法官的看法 警方就說調查仍然進行著 陳振聰4月初會到警署報道 據了解 一旦上訴到終審法院 雙方或者要再花上千萬元重費 等候排期也要一年至一年半